概念就是不要轻易触摸它的底线 因为它会让你分体分离 今天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 因为我看见这台车的时候 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了 这心情真的你无法理解 咱们中国也能造出来这么牛的一个小跑车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价格真的很亲民 没错就是MG的Cyber Sun 这台车是上汽研究了很多年 是中国自主品牌里面少有的Rodostar车型 也就是双门敞篷的一个小跑 0百加速3秒太争光了 看见Cyberster让我想起来一台车 就是马自达的MX5 也就是大家说的Miatta 虽然它们都是Rodostar车型 但是Cyberster要比Miatta大上不止一号 车长不到4米6 轴距是2米69 可以看到它的车头是往下扎的这种感觉 前长后短的这个车身比例 确实是很有跑车的那种感觉 轻轻度特别大的前挡纹玻璃 可以说设计师这次是真的很下功夫 可能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首发车型是那个红色的 在咱们国人眼中吧 红色是比较配这种小跑车的 所以如果你要觉得太乍眼了 咱们也有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颜色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子弹银的颜色 再到车头这个部分啊 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跟很多跑车的这个元素是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车头车鼻子这块会往前走 而且往下探 大灯呢是往后移 所以说给人的那种冲刺感和速度感就出来了 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大灯 是官方叫做风暴之眼的大灯 里边是全LED的 而且呢还好是它没有用那种圆环的LED的日行灯 你知道吗 要不看起来那就更萌了 再有呢就是下面的这个格栅部分啊 其实它都是可以进气的 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装饰而已 肯定会有朋友会说了啊 你这个又是电动的 而且还是一个超跑车鼻子又这么长 是不是这个前备箱的空间很大啊 其实错了 它不是个前备箱 其实里边就是一个传统的电机舱 因为电动车的保养比较少嘛 所以说你打开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加玻璃水 明白 然后就这条圈 花玩我就不多说评价了啊 因为太主观了 它的EP值呢很大 所以说这个面看起来比较平 完了里边用的是和Brimbo合作的这么一个四活塞的卡钱 前面的轮胎呢是245的 后边的是275的 也就是这种前窄后宽的感觉 所以说看起来就更有运动的感觉 对不对 最主要的是啊 这个价格我查了一下 前边这个胎都得在2000块左右 那后边那个胎更宽也就更贵了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了 哎你这个前窄后宽的这种布局 不是那种大后超才用的吗 难道它是一个后驱啊 哎你只猜对了一半 其实它是一个四驱 可以切换成后驱 然后就到了这个软定厂房 它可以在10秒之内就完成开关的 这么一个动作对吧 在50公里时速以下 它也能实行开关 再往呢就是这个争议比较大的转向灯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个性的 因为别人家不敢尝试的东西 我们来尝试对吧 这样的话 它的个性才会有 不像是别的品牌 哦你们家玩贯穿尾灯 我们家也玩 这样的话不就烂大街了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个性的 对不对 好各位观众 后备箱来了啊 其实跟我猜想的是一样的 它的后备箱呢 没有太大 因为它的后尾部造型需要占空间 后边的盆呢也要占空间 所以说它基本上能装个行李箱就不错了 我相信买这台车的人也不会拿它装大件 是吧 你平常呢也就是开车出去小资一下呀 没人嫌他踩一脚啊 多数的时间这后备箱放些什么呢 什么你的高官鞋呀 还有你的包包啊 会一些衣服类的东西 然后就到了这个车门了啊 剪刀门 可以看到它上面跟侧边都有一个雷达 所以说你要想打开它 必须要站在它的鞋后方才能打开 嗯 哦对了 兄弟们还有一个事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吗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类似于防滚架 就是说软顶厂棚车在出厂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不然你都别想出这个厂了 这个东西呢 是在你发生事故翻车的时候 它是一个保命的东西 真的 你像我以前接触的那个软顶厂棚的车呢 它这个东西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会砰 顶起来 但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有没有啊 内饰真的是下狠料啊 什么真皮啊 还有这种翻毛皮啊 到处都是 翻盘两边的这个拨杆呢 就看起来特别像switch那个游戏机的感觉 还有呢 两个有换挡拨片 但是这个换挡拨片呢 基本上属于一个快捷键 左边呢 是能量回收的这么一个调节 右边呢 是驾驶模式的调节 方向盘的右下角 这个红色的按钮 可以说是 它的最强驾驶模式 你按下去以后啊 这个音响会给你送撒的那个声 其实我觉得 可以完全把这个声音去掉 有点夸张了 车里的屏幕呢 基本上都给驾驶员了 附加呢 只是安静的坐在这就好了 其实这个三连表的感觉是对的啊 不过它这个大边的这个衔接 我个人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两边的这个小屏幕呢 是可以触控的 而中间呢 就是一个全液晶的仪表 呃 里边用的是8155的芯片 顺滑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挡霸呢 让我想起来谁 nsx 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就是质感也非常不错 旁边还有一块小屏幕 这个小屏幕呢 可以调节一些 比如说空调啊 还有些什么氛围灯啊 这些基础的一些设置 还可以看一些车辆的这些状态之类的 我又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后边 它有一个呃 小挂钩 可以牵狗绳 大狗是做不了了 急娃娃这类的还可以啊 两边呢 是这个机械开门的这个拉手 以防万一嘛 就是说有的时候呃 如果一旦有问题了 车门打不开了 可以用这个机械的拉手把门打开 虽然纯油的年代在慢慢的消失 但是电动机给你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比传统动力来的更直接 你想想啊 这台小车544匹725牛 真的非常夸张了 这是什么概念 概念就是不要轻易抽包拿的底线 因为它会让你分体分离 刚才那我也和官方人员聊了一会儿啊 就是说它这个底盘啊 是前F1赛车的这个底盘工程师调调的 什么前书啊 这个避震呢 还有残簧啊 全都给你变了 但是你要再细问它的时候 这个就人家就不能告诉你了 因为确实涉及很多这个商业机密啊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底盘的质感呢 给你的感觉就特别像保时捷那个718 所以说我也挺意外的啊 一个法拉利的工程师 怎么能调出来一个保时捷的感觉 开了一天呢 这个Service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不是那种极致追求性能的一台车 你像什么那种大牛或法拉利啊 你不可能每天开着它去上下班 对不对 这其实也很遭罪的 但是这台车呢就是想让你每天去开着它 因为它平常开的时候呢也很舒服 如果你要想来一脚也没有问题 毕竟它有这个Sport模式 还有一个Truck模式 而且听官方说啊 它是可以完全百分之百去关掉ESP 成就一个飘移模式 但是现在没法给大家演示啊 就像刚才说的啊 Roser这样的车型呢 就是希望你每天去开它 因为它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驾驶需求 因为在你想要舒适的时候 它也能给你舒适 想要爽一把的时候 它也能让你爽一把 所以各位观众 真的如果你手里有一些钱 想要给你的老婆呀 或者给你未来的女儿啊 买一台这样的车 你会选择它吗 谢谢大家